嗨 大家好 我是泡泡 问一下你们 你们喜欢听郭德纲的相声吗 我是非常喜欢的 除了他独特的歌式幽默之外 他的语言是极其智慧的 他说过很多金句 其中包含着那种人生态度 对社会真相的那种洞穿 对人性的那种透彻的观察 那都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境界 今天就跟大家来总结一下 郭德纲曾经说过的 十个非常经典的金句 有的是他书里写的 有的是他相声当中说的 有的是他采访当中说的 希望大家反复去体会 他对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也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第一 关于仇恨 曾经有记者问他 说你会记仇吗 郭德纲回应说 记者都不行吗 别人欺负我 我记者都不可以吗 我又不是去报复他 我记在心里拿到不行吗 那我也太没有骨气了吧 第二 劝人大度 郭德纲说 我挺厌恶那些不明就里 一上来就劝你大度的那些人 这些人离他远一点 因为雷劈到他们的时候 会连累了你 哗 扎你一刀 这血还没擦干净呢 他说没事 要勇敢起来 你死不死啊 因为人都是这样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劝别人的时候说的好 嘴角扑哧扑哧的 但并不解决什么问题 第三 应对小人 小人永远是小人 他不会因为你的客气 而有所改变 世上的恶人 都是被怂人给灌出来 我所做的就是伸张正义 第四 如何识人 郭德纲说 孩子在街上走 穿着打扮 看出娘的手艺 说话办事 则显出爹的教养 第五 对金钱的态度 郭德纲说 钱才要真心 但不可看得太重 才乃天地 至公之物 假手于人霸 鱼打残花 风卷流云 轮番更转而已 穷转富 富转穷 哪有百事 富家翁 第六 关于机遇 三分能耐 六分运气 一分贵人扶持 给你一个平台 换张三就是张三 换李四就是李四 李四没成 那就是因为没让他上 他上了 可能比张三还好 所以说一个人的机遇 太重要了 第七 关于人性 郭德纲说 有人说我变了 其实我原来什么样 我现在还什么样 只不过原来我在井里一身泥 有人在井边看我 觉得挺好玩 后来我上来了 洗干净了 换身衣服 开车就走了 井边跟人说我膨胀了 其实不是我膨胀 是他失落了 我自己又何尝不是这么 感觉他人 真是很惭愧 第八 社会现状 郭德纲说 不仅是相声界 我们这个社会充斥着 太多的假东西 抽假烟 喝假酒 听假唱 看假球 穿假名牌 戴一身假头套 天底下救王吧是真的 还叫假鱼 第九 人生轨迹 郭德纲说 马东宝劝我 说你能不能别讨论 那些相声界的人性黑暗了 可是一个穷孩子 一个富孩子 他是富孩子 锦衣玉食 天天坐着轿车上学 去澳洲留学 而我是步步血泪 街上挨打受骂 今天没钱 明天没饭 两人长大之后坐在一起 这个说 我小时候挨打受骂 那这个吃面包长大的时候 你把他忘了吧 怎么可能忘呢 你是没挨过打呀 第十 劝赌不劝嫖 劝嫖两不交 不论多少的朋友 你劝他什么都行 哪怕你劝对方戒赌 对方即便真戒不了赌 他也会认为你是真心对他好的朋友 唯独在男女两性关系上 作为朋友真的不要轻易劝谏 无论出怎样的结果 你在对方心里都不容易落好 好 以上十句话呢 就是郭德纲讲的人生智力名言 不知道大家听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呢 我们去体会一下 真的对我们有帮助 可以让我们打开格局 看到人性当中真实的东西 我是泡宝 感谢收看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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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